大家国庆中秋快乐 绝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博 今天是我来内蒙古的第三天 我终于可以去吃好吃的了 前两天一直在那个 二山玩 就是山区就是景区嘛 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 然后今天到了满洲里 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公务院 就是也听了一些你们的推荐 跟我说那个锅茶 就是用锅熬的奶茶 听起来就很好喝好吗 然后还有那个冰煮羊火锅 还有鹅餐 我不知道今天一天能不能 把这些都吃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这个嗓子 其实是有点牙的 因为内蒙古这边已经上暖气了 它就外面特别特别冷 但是屋里面就上了暖气 就很热 然后就有点干 现在你们看一下二山的美景吧 转接第二线场 大家好我是美博 跟你们说 真的冷 你看 我自认为 我已经穿得很多很多了 但是我还是动得不行 这边有随处可见的牛羊 一路上遇到了几百只 有被惊到 真的没哭 漫山遍野的金色 这才是十月该有的样子啊 沉浸在这个童话世界里 让人不住地发出 哇塞的感叹 时空在这里仿佛是静置的 整个人都放松了 这个地方是天池 它的全称叫做陀峰岭天池 阿尔山的门票是一百九一张 包含史坦林 杜鹃湖天池地池 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带着乌人机俯拍 这边风真的好大呀 我的天啊 我无时无刻不再弄我的发型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绿树和那个黄色的 有两个颜色 一半是黄色 一半是绿色 真的不忍心错过每一阵风景 它这个牛肉干分两种 这个是肉干 然后这个老板这叫什么 风干大片 叫风干大片 然后像这个牛肉干 就是很很韧很香 然后它那个风干大片就是脆的 有点贵 一百零八一斤 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像猪肉糊 所以我决定回家吃猪肉糊就明白 阿尔山逛完 我们就驱车上满洲里 这边有一个套娃广场 往年会有马戏团 今年因为疫情没来 满洲里呢好吃的比较多 我们先去吃俄餐 然后锅茶和烧麦去海拉尔吃 真的很冷 你们十月份来一定要多穿点 这一家是朋友推荐的俄餐 点评也挺高的 叫卢布里西餐厅 哇塞 战斗民族的肉串果然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来的有点早 上午没有烤串 就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俄式菜系吧 奶酪包是店内推荐 也是必点系列 杂瓣汤据说很好喝 饮料点了格瓦斯 这个也是他们自己酿的酒 杂瓣汤看起来不错的鸭子 口感微酸 有点像罗宋汤 这里面有火腿 有牛肉 然后有一种果 我不知道叫什么果 哦 是酸黄瓜 我还没有吃过酸黄瓜 然后我刚刚还点了一份酸黄瓜 早知道这里有我就不点了 这边有一小块的奶油 应该是奶酪的那种 反正这个奶油特别特别香 哇塞这个奶油真的好香啊 嗯好吃 一会儿你来尝一下 好吃吗 好吃 突然想到一个狗 我可以请你家吃饭吗 就一勺 他这边上次很快 杂瓣汤接着就上了奶酪包 芝士爱好者表示很满意 一直觉得芝士是健康的脂肪 这个奶酪包 里面的芝士是偏咸口的 它不会像我们之前吃的那种欧包 里面的那种乳酪的口感 我之前以为是欧包乳酪的口感 就是那种可能会有点腻 但是它里面是这种咸口的奶酪的话 就刚刚好不会腻 因为晚一点要去吃火锅 还有牛排 所以即使这个奶酪包很好吃 我也只敢吃一块 要留肚子 就是眼大胃小 这个牛排画里胡哨的 点了一份特色烤肠 战斗民族的美食 摆盘绝了 沙拉闻起来很香 表面也是蛋黄碎 一共有四层 每一层的食材都不一样 四个人点四道菜完全够吃 分量挺大的 这种肉好酸 点的七分熟 妹妹也可以接受 我要的是七分熟 就真的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就是入口吃完之后 你还能感受到那种香 如果你们要来这家店 就一定要点这个牛排 那个 那边 徐元 你想问一下这个牛排叫什么 火焰牛排 哦 家店的这个牛排叫火焰牛排 就真的牛肉非常非常香的那种 它有搭配那个黑椒酱 我吃牛排其实不太喜欢用黑椒酱 我喜欢用海盐或者黑胡椒 我觉得就可以了 用黑椒酱的话 其实会 就吃不排牛肉那种香了 你嘴里的话 就会有酱料感 看这种牛肉 真的不需要任何酱汁 就真的很香很香 内蒙古的 蒙古 据说都很出名 就他们都是自己上山踩的 这个牛肉真是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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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非常 这个山踏是他们家特色 不是很脆 但是很香 有点点腻 可能搭配酸黄黄吃得好一点 它这个香肠酸便 也给配了一根这种 配了两根这种酸黄黄 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酸黄黄 不知道会是什么神奇的口感 我印象 不是我印象 是我幻想的酸黄黄 我以为会是那种 又咸又酸的 就是一种腌制品的味道 就很像我们之前吃的那种腊肉腊肠 味道和那个水有点像的 那烤虾肠你可能会吃几口就会腻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牛排 一个牛排 但是这个沙拉其实也还不错 可能我爸妈吃不惯那种生骨的味道 所以这一片沙拉全程都只有我一个人在吃 我妹就尝了一口 她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沙拉 那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 里面主要是鸡蛋和土豆泥沙拉 但是有生的沙丁鱼 不过吃多了也会腻 因为满洲里这边离那个俄罗斯很近嘛 所以它这个餐厅就有很多师傅 厨师都是直接从俄罗斯过来的 就是俄罗斯当地人 然后所以做的就很正宗 还推荐大家如果来满洲里的话 就来一下 内蒙古呢分两期 下一期我们起码喝茶 吃羊排和布里亚特包子 好了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 拜拜